在幼女被拦 机场门口单亲男遭击毙 台中清泉钢机场昨天爆发警匪枪战 45岁张姓男子与警方激烈搏火 双方互开25枪 最后男子身中4枪 送一衣不治 警方调查 男子昨天下午在女儿经过航站出进口大门外 一枚戴安全帽被航警拦下盘查 他不服取地 突然情绪失控 攻击航警双方扭打 被握上的航警想拔枪 却不小心掉到地上 被男子捡走 警员赶紧去求救 男子朝警方开枪 附近的航警也拔枪开火 警方开了14枪 男子开完弹架内12发子弹 扣出一发卡弹 共开11枪 双方护轰25枪 最后男子身中4枪遭击毙 那枪就越来越掉在地上 那两个人在捡枪的时候 对方的速度比警察还快 捡起来开始跟警察开枪 这起枪战双方驳火激烈 子弹击中路边一辆轿车后车窗及航下大厅多面落地窗 事发突然 枪箱有入电影情节 吓得地勤人员及旅客都趴在地上赶紧躲避 大家都走 因为不晓得什么社会结束 那个大人后面的 大概多久 你们在走的时候就能走 一名刚返台的23岁女性旅客被撵弹波及同步受伤 送医后已无生命危险 动新闻台中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